各位老友 早晨 大家好 我是越煮越好 這個月份的天氣 都仍是這麼危險的 熱到沒什麼胃口 晚上都不是很想吃飯 今天去到街市 見到很多一份份的海魚 又便宜又經濟 想一想 不如我今晚煮魚湯米線吃 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沒有吃過呢 你看看我在街市買魚的情況 這是什麼魚? 黃魚 這是醋白 醋白 醋白 我以為是湯米線 夠了 我以為是湯米線 十元雞 這包寫著米粉 其實是米線 這是粗身的 8.9 買一包回去煮米線 一夜就有特價了 看看 又有三文魚 五花肉 哇 這包這麼瘦 十三個以上 買這包 九元斤是吧? 絲瓜 絲瓜 對呀 嚇得我 絲瓜 我沒理由分不出的 哈哈 來吧 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四個杯 好啊 麻煩 有沒有魚附賣的 好 哪些是 最少買多少 你喜歡 我也不知道 買 八粒吧 我煮魚湯米線 魚湯米線 對 煮八粒味 試過好吃才買多一點 放了就可以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逛逛逛街市就見到這些材料了 買了要來做什麼 做米線 今天就做魚湯米線 真的好簡單 大家見到 剛才買了這麼多 十元一份 用來煮湯好 很多骨 所以用來熬湯 就比較好 就這樣蒸來吃 骨很厲害 魚腹 八粒 十元雞 應該要放一放水 我買了一些米線 這不是米粉 是米線 買這些 儘量買一些粗 買了一條絲瓜 大家見到 四個半 我們因為少人吃 就買一條 玄西自己就拿些 這個是 這個是豬花肉 你看到一份份 臨到收工 它就有這些特價 本來是十九元 現在十二 嘩 在我面前突然有 這麼瘦 這樣就適合了 不過 如果這些豬花肉 你不是要來炒的 要用鹽 醃去半個小時以上 大家有去過 米線店吃 麻煩 這個腩片 麥魚丸 魚腐 這樣叫 這些腩片 我們自己做 就可以了 好 這麼簡單的 魚湯米線 馬上做給大家看 急凍的豬花肉 這裏是13.2 12元 本來是要19 回來 要清水解凍 魚腐 你都見到 在雪櫃拿出來 這些是用油炸的 其實自己做也可以 下次做給大家看看 用清水浸一浸 五花肉 用水浸了之後 要看看它是否完全解凍 對 已經全部解凍 做炸鹽下去 醃大約30分鐘以上 其實醃一晚都可以 讓它入了鹹味 和去除雪味 腥味才行 這些五花肉 用鹽醃了30分鐘 用水煮 30分鐘 久一點也不要緊 這樣放下去 大約煙水煮 30分鐘之後 可以浸冰 這樣就切了 放米線有幾種方法 如果不是用魚湯 可以放軟一點 但是我們打算用魚湯去煮魚湯米線 就不用太軟 它軟身了 就可以拿上來浸 因為待會還要放在魚湯裡煮一煮 因為米線很奇怪 有時煮得太軟 它軟奶奶不好吃 大家有沒有試過 買米線最好是買這麼粗的 你知不知道 它不是米粉 它是米線 一盒 你自己可以多吃一點 OK 這樣煮一煮 煮一煮 然後倒進碗裡浸 就可以了 這些米線 大家看到 它只是一條條硬的 如果煮魚湯米線 現在拿過來 找一個不鏽鋼 就浸著它 好 過來 好 過來 這兩條炒白 10元 你說是不是很划算 其實不是 上午那些 20多元一斤都有 好多 4-5條都有 它這樣煮的 它不是開肚子 大家要理解 把它拔掉了 就算了 但是我們煮湯 這樣煮的 很腥的 我們回來 用剪刀 剪開肚子 先剪開它 剪開它 全都是這樣 因為10元 給了兩條魚 它不會煮得很乾淨 不像買上班 這樣煮湯 這些情況就是 撕開它 然後 沖一下它 用牙刷 刷 刷 看到嗎 一定要刷走 湯 滾出來 沒有腥味 你不要以為 它一定要幫你煮湯 因為平價的魚 基本上 不和你煮湯 你把它拔掉 就像我一樣 處理就可以了 慢慢慢慢 哪裏有 紅色的就完成了 拆掉 魚 最重要是乾淨 它 就會沒有腥味 鱗不用理會 因為待會我們要把鱗 其實有很多骨 所以這些只要煮湯 好了 讓我 瀝乾水 再處理完 就可以過去煮湯 現在要煮湯 現在要煮湯 加一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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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油 先浪浪 對 燒紅 這些 兩條魚 你煮多少湯 不要煮太多 你做兩碗米線 就煮出來兩碗水 就好了 因為太多都沒有味 OK 先煎一下 要煎透一點 湯會比較白 另外 黑夠薑 最重要 有薑味 等它慢慢煎 收細一點火 讓它煎透了 加水 現在煎中 我們看看米線 它裡面的心臟是硬的 少許 看到嗎 其實這些米線 如果煮魚湯 現在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煮魚湯 這樣放 還要浸淋 少許 用這個程序 用滾水浸著 你就可以控制到 它的軟硬度 很多時候煮米線 都是一坨菜 這樣 現在就知道了 現在硬度適合 待會還要煮 就剛剛好 我們就會 過一過 那些 煎了一會 它透了 它可以翻 不過 這些魚 我們是不吃肉的 炒爛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 再這樣煎 炒爛 它 你看到 起碼要煎到 這樣的效果 才可以 另外那邊 也要煎 煎 其實油 已經被它吸收 看到嗎 現在 開大火 淋滾水 魚湯 就是要這樣 開大火 淋滾 好 另外 這塊肉 已經煎熟了 30分鐘以上 不過 要用冰水浸泡 用冰水浸泡 那塊肉 就很爽 外面又不是吃過 米線 要腩肉 就是這樣 十多元 很划算 先浸泡 多一點冰 可以嗎 浸泡 另外這碗水 我們 剛才的魚腹 因為已經浸泡了 這樣拖拖水 它本身都是油炸的 因為我怕肥 這樣拖拖水 待會沖一沖 現在拖拖 拿過來 用水沖一沖 好 過來 好 好 變變變變變 哇 這麼快 切好了 這些很簡單 夠夠切到差不多 因為一滾就可以了 另外 這個 豬腩肉 浸了冰 就要切片 浸了冰 之後 我們要引乾 這樣就切 慢慢切 快快切 這樣就可以了 OK 等我切好了 再跟大家說 湯滾了大約15分鐘 OK 都可以 魚顏色都可以 在這裡 魚不能吃 很香 我們要煮多一點湯 哎呀 我兩個米線可能少 哎呀 之前放多一點 這個魚湯 兩條魚而已 好了 現在倒過來 煮米線先 剛剛的米線呢 我告訴大家 要不要太軟的 現在可以嗎 現在鎖水了 裡面還要硬一點 現在就放進去 煮一煮魚湯 都要看著 為什麼呢 喂大哥 因為它軟的時候 不好吃 米線是幾乎人煮的 要告訴大家 這個 都要多理解 先煮一下 煮一下 煮一下 煮滾 再跟大家說 煮了一陣子 要理解一下 哎呀 差不多了 太過份了 將你吃的絲瓜 絲瓜魚湯 就是這樣 放進去 不用就不用了 煮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 魚褲 剛才灼過水 都放進去煮一下 一煮起就可以了 太久沒有吃的 OK 先煮起它 煮起就可以上了 好 過來過來 哇 來了來了 這個 鮮魚湯的米線 喂 百分百是新鮮的 沒有加鹽 沒有加鹽 大家要看到我怎麼煮 現在就把它 將米線放進去 鑊子裡 很少 芝鮮就比較多 OK 先把米線放進去 把米線放進去 把米線放進去 現在就可以放進去 把米線放進去 剛才的 腩片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已經煮了很久 外面就 這樣已經多了 你知道嗎 不要以為真的有這麼多 你吃 真的搞錯了 你也知道 現在這些自己做的 很簡單 就是這樣做的 你不要以為很複雜 你明白嗎 這兩個 今天就是 我和太太 還有一碟菜 那怎麼辦呢 再淋上湯 現在就可以淋上魚湯 10元就可以滾到這麼漂亮的魚湯 你可以自己 如果喜歡的 就放一點芫茜 你看看喜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就不要放了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吃芫茜 那我就放一點點 這個 魚湯米線 成本真是便宜了 10元的魚腐 10元的魚 就20元 這個腩肉是十幾元 不過我只是拿幾片 待會再吃就再加 4個半的絲瓜 那就搞定了 25元左右 就可以做到兩盆 這個魚湯米線 真的是魚湯米線 真的 這個是真東西 這個要放好一點 不要失去針 多漂亮 希望大家有機會 試一下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還做了一碟生菜 和太太兩個就搞定了 希望大家有機會 如果不吃飯 就試一下 簡單單單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月煮月好 各位老友 我是月煮月好 大家好 今天看到冰花牛仔骨很美 價錢又不貴 如果懂煎 很好吃 我就買了幾件要來煎 其實煎牛仔骨 比蒸豬肉還簡單 基本上 不是很需要下油 我們現在一起煎牛仔骨 我們現在一起煎牛仔骨